剛剛看到的是排隊要領這些貼紙的人 宛如跨年的大排隊 聽說你明天也要下去 對 因為我的好朋友高敏林議員 他是大汗遊行裡面 彩虹梅大隊的隊長 彩虹梅 彩虹梅 延續著反紅梅運動 裡面有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核心概念 就是從去年大選一直到現在 我們看得到其實中國的戒選 很多時候是透過媒體來這個遂行 他介入選舉的這樣子的一個目的 那所以這個在這個罷韓遊行當中 其實罷韓遊行的正式名稱叫做 We care 台灣大遊行 那我們關心的其實不只是高雄 關心的是整個台灣的民主 那剛好這個高敏林議員就這個邀請說 是不是明天也去響應 就是在表達我們反對紅色媒體這樣的主張 那當然其實我自己也覺得蠻緊張的 因為明天我是打算搭乘這個捷運 去到這個遊行的現場 因為主辦單位鼓勵大家搭乘公共運輸工具 那時候其實你去想 我已經先查好地點了 是我為此 我還特別去查這個所謂的挺韓遊行的路線圖 還有他們是在哪個捷運站 我就有特別說 你要規避嗎 對我要迴避那個場合 因為說實在的沒有任何人希望發生衝突 可是發生衝突需要雙方這個都彼此克制 那我們很難說對方要怎麼樣 所以基本上就是我還是希望說 雙方的群眾都可以這個不要刻意的去挑釁對方 然後也不要刻意的跑到對方的集合地點去 這個製造事端 因為其實我看了一下那個路線 其實兩邊並不是很遠 霸函遊行是順著這個捷運的黃線 順著這個五幅從一路二路這樣 一路這個從東往西這樣子走 那這個挺韓遊行 它是在這個捷運十字線的這個北端 那邊有一個公園 然後它的路線比較是算是一個 繞一個有點類似長方形的路線 那兩者的距離其實真的不算太遠 而且雙方的支持群眾 有可能會在這個美麗島站 就是兩條交會的那個地方 會有大量的交會 對決這樣子對決美麗島 有可能而且因為這個拉麵島 正好是處於從左營站高鐵站 一直到這個南邊去參加這個霸函遊行的路線上 就是你如果在那個時最好提早一點去 因為你剛好如果在那個時間 你從高鐵站搭紅線往南 你會在路上遇到非常多 可能去那邊參加這個挺韓遊行的韓粉 到時候那個捷運站雙方真的是沒辦法味道 因為高鐵就那兩條線而已嘛 就是我一直覺得高雄市警局這個做法非常奇怪 因為說在台北其實我們台北有很多這種政治類的遊行 而且有時候甚至三五十萬人的都有 但是我們沒有這種在捷運這個藍線 在市府有一場這個停什麼的 然後在這個凱達格蘭大道又有一場煩什麼的 然後兩邊剛好在同一天同一個時段來尬場 其實我即便台北市也幾乎很少這樣的經驗 所以高雄市他就突然開了一個這麼大的坑 開了一個這麼大的任務 然後現在整個市的警察說不夠用 還要從外地調過去 可是你要知道這些外地的警察 對於高雄本身不一定熟悉 那你就說捷運車廂 每個車廂派兩個警察 等等這些措施 其實氣氛反而大家會更肅殺更緊張嘛 所以我還是 我還是也只能就呼籲啦 就是明天要去這個 尤其是參加霸函遊行的朋友 一定要沉得住氣 因為這江氏韓國瑜在選前 可能除了還有延續兩次辯論會之外 他在選前這個是一個唯一最大他鹹魚翻身的機會 他可能賭的就是看明天發生了什麼之後 然後再透過他的韓粉系統的擴散 尤其是我們知道現在是這個所謂的後四十的年代了 就算你同一段影片播出來 韓粉跟反韓的看完之後 馬上一定會截然不同的言論 這一點我們在過去半年來香港的事件都知道了 明明大家看的都是同樣影片 有一群人認為說 哎呀香港警察還是要給予支持 然後香港都是報名 這種結論還是會出來 所以只要一旦有衝突發生 我相信韓正營必定會充分利用這個衝突 那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 我們委屈一點 就是說回避回避再回避 真的沒辦法回避了之後 大家就只好這個拿出手機來 這個蒐證自我保護之後 趕快這個像這個警方 或者是像這個身邊其他的人求助 或者是說進入公共場所 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除了保護自己的安全之外 也是可以維護這個未來 1月11號即將來大選的公正性 嗯